2018年8月17日 加拿大华人华侨在列治文山市 开启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的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以座谈会、图片展和音乐会等形式 深切缅怀这位中国的开国元勋 人民的好总理、家中建交的功臣 周恩来子孙女周荣女士 在活动中推荐其父周二流撰写的书籍 我的妻爸周恩来 真实地反映了周总理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就跟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各个社团 一起完全是自发地共同举办了今天这样一个系列活动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有这个 因为我的父亲是周总理的侄子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七八周恩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也有了一个英文的版本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活动一个是以他的书为蓝本 改编了一个图片展 所以大家可以共同通过图片展 来更进一步的从一个特别的视角 来了解伟人周恩来 然后我们还有今天的活动 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文艺演出 我们非常感动 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华侨 都非常踊跃的报名参加 然后表演形式非常丰富 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活动来纪念 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感慨 非常开心能够参加我们 加拿大多伦多华侨 纪念周恩来总理 诞成120周年 也非常的荣幸 我们上海族公馆呢 是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的 唯一的一个纪念场地 那么现在呢 我们每年有30%的 外国友人海外华侨前来参观 所以应该说我们周恩来总理 对于世界 对于国内或者世界的影响力 是非常的大的 总理的精神将涌存 举办这些纪念活动 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周恩来总理 不单是我们的中国 十几亿人民的崇拜的 一个伟大的人 也是世界上 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 非常敬重的 我们中国的一个伟人 那么特别是 我们从加拿大的 华人华侨来说 1970年 加拿大跟中国建交 这个是一个非常震动 当时世界 宇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外交上的一种突破 那么是加拿大西方国家 一个大国 跟中国建交 特别是在 在70年中国还是很动乱的时候 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那么在1973年 当时的总理 皮尔 特鲁都 就访问中国 那么周恩来总理 就是亲自的 跟着会谈 同时陪他到外地去参观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 纪念这个总理的 125人的诞辰 是非常有意中 我们中家的关系 专门海外华人的关系 那么更重要的是 总理是一个伟大的 把我们的新中国 在国际上的舞台 把国家的 20多年的总理人 其实对于国家的贡献 是非常伟大 可以说我们 大家就认可了 是中华民族的 一种永随不朽的奉碑 所以我们通过 这次的纪念活动 也是因为加深 我们的加拿大 跟中国的 就友好关系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同时也可以说 是可以促进 我们的世界的和平 当晚的大型音乐会 以舞蹈 朗诵 大合唱等多种形式 表现了周恩来 伟大的人格力量 让观众再一次 走进伟人 表达了加拿大 华人华侨 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华人华内 华人华侦 我送你 送的唱不及 唱不及 你和彈彈彈彈彈的生活 彈彈彈彈彈彈彈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